新任衛福部長抽泰員率領的 世衛行動團 當地時間25號中午 抵達瑞士日內瓦後 緊接著開始一連串 馬拉松鐵人行程 甚至有來自北美洲的民團 特地前來聲援 我們覺得今年的希望是更多 而且所有的國會議員 還是各國的政府 都對我們現在 已經有比較了解了 我們為什麼要爭取 這個公平跟正義 緊接著世衛行動團 地委師導團 一同來到日內瓦機場火車站 參加台灣聯合國協經會 主辦的醫療策展開幕式 我們台灣可以說是最優質的醫療 還有醫療生意器材 各方面的發展 在這邊做一個初步的展示 把台灣的整個實力 短實力展現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人民團體的力量 也來到日內瓦 一起為台灣人民發聲 展示清冠一號 長者輔助APP 以及AI外掛飾 免接觸電梯裝置等科技醫療實力 就連瑞士聯邦國會議員 Nicolas也前來支持替台灣發聲 從5月25號開始台灣聯合國協經會將在日內瓦機場火車站連續策展示天將台灣醫療科技的軟硬實力展現給世界看 以上是民視新聞才好奇陳柏煥 在日內瓦的採訪報導